今天呢很高興我們來到這個臥龍港 這個地方呢就是諸葛亮當時公跟南洋的地方 成本不一公跟南洋 先帝不以成卑鄙為字網區 三顧成於草爐之中 就是這個地方了 OK好 到底諸葛亮的這個草爐是什麼樣子呢 OK我們來看看 Let's go 南洋古春晚已經有近三千年的建成史了 因其地處浮牛山以南 汗水以北而溫靈 這裡是三國文化的源頭 是三分天下的測源地 而現在您 排頭正中呢看到的這道石牌坊 尚書天下第一港 因南洋沃龍港一港出兩項而得名 名像白里希與諸葛亮都擺在於這裡 好各位來賓請咱們一起向前繼續出發遊覽 來這邊請 白里希也在這裡啊 對 我們向白里希 我們這裡有一條路就是紀念它的白里希路 諸葛亮公跟南洋的草爐 對諸葛亮青年時期公耕十年的地方 他17歲到27歲在這裡度過了十年的農耕生活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抗農潭 抗農潭是象征著諸葛亮的晚年生活 抗農友會 而在抗農潭之上呢 在您的右手邊有我們為大家舉行的端午節祝福 有包粽子品嘗粽子還有贈送香腩 各位來賓可以體驗一下 哦 還有包粽子 端午節的時候吃粽子呢不僅僅是為了紀念區元 而且這個粽子取一個諧音就是意為光宗耀祖之言 為粽子有光宗耀祖 哦就粽了包粽嘛粽獎了 把這個特殊的祝福送給大家 鄉親都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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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親都在吃粽子了 哇真好 這只有端午節才有對不對 對端午節的時候吃粽子 那我中秋節來就可以有月餅吃了 可以 歡迎您再來 再過茅座三過茅座 好太棒了 學劉備是吧 茅座港是伏牛山的漁脈 港鸾起伏曲折迴旋 形似巨龍 名茅座港 正如書中寫到的 亮與地均公耕於南洋 所居之地有一港 名茅座港 嗯 所以好茅座先生 此人乃 絕代其才 嗯 現在您隨我一起來到的是西谷連泉的景觀 您可以看到自上而下的碟� 這些水都是引流自我們茅座的母親河白河 白河古稱玉水發源於松縣白於山 是汗水最大的支流 為的就是在線當年諸葛亮在這裡生活時的龍影玉水奉名高崗之盛景 我們茅座呢是有著四聖 嗯 諸葛亮代表的是智聖 智慧的智嘛 對智慧的智智聖 不是那個智聖先師孔子的那個智 智慧的智啊 對 孔子是我們後人心中的文聖 文聖啊 對 我們我們叫他智聖先師耶 就是至高無上的那個智 智聖 然後孟子是亞聖 剛剛咱們說完的是哪樣的智聖諸葛亮 哦 然後咱們再來講講呢科聖張衡 科學的科 科聖張衡 商聖范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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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醫聖張仲景 哦 OK 張雞嘛 商含雜病論那個 南洋的物質豐富 人節地靈 在這裡誕生出了非常多的英雄豪客 而著名的詩人李白呢 就曾五次來到南洋 嗯 並且他流失十三首 在南渡行中寫道呢 此地多英豪 渺然不可攀 嗯 就是為了勝於南洋沃龍港這個地方 歷來出了非常多的英雄 嗯 南洋這邊的確蠻熱的啊 夏天啊 對 南洋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 劉備來找諸葛亮的時候 有跨過很多季節嗎 每次不同的季節 他是 當時劉備三個毛了之後呢 他本身是屯定在新野 新野就是我們南洋的一個縣城 對 他也是三個毛 但其實這個三的在歷史上 他是一個量次 就很多次的歷史 不只是三次 哦 這一段我有學過 好像有很多文獻 哦 證實了真的是三次 哦 因為那個 嗯 反正不同的文獻 包括他自己出師表也有講嘛 成本不一 公根南洋 先帝不以成卑鄙 三顧成於草爐之中 哦 然後還有其他的文獻也是佐證了 三顧毛爐的山是真的是三次 好 現在咱們前方乘坐觀光車繼續遊覽 好 新野區的佔地面積有2200余模 核心景觀1500余模 而現在在您的前方右手邊 就是園區最大的水系景觀 龍潭映月 而龍潭映月之上的潭水呢 便是飛龍潭 它象征著諸葛亮沃龍出山之後 猶如沃龍騰飛 飛龍在天 園區一共是有9片潭水 其中以4片為故事的主線 分別是前龍潭 限龍潭 飛龍潭和抗龍潭 好 各位來賓 在您下了觀光車之後呢 看到的這組青銅雕像 它講述的是一個 徐述見賢的故事 您可以看到此刻的劉備 正必恭必敬的 看向一個方向 您再看這個徐述手指 它指的就是咱們剛剛走過的 草爐的方向 咱們剛剛參觀的是 復健之後的新年區 而五猴祠呢 就是坐落在沃龍港之上的 它已經有著1780多年的歷史了 最早是在公元的235年 元蜀國故匠黃泉 他在得知諸葛亮病逝五丈年之後 就率領族人來到了諸葛亮 曾經生活過10年的沃龍港上 近安利寺才有的紀念場所 後來又經唐宋元明清的不斷休憩 才得以保留至今的 南五猴祠呢 在全國的五猴祠中 也是有著三支罪的 第一罪就是 占地面積最大的一所五猴祠 第二罪就是石碑 保留最多的有400余通 第三罪就是罪多樣化的 所以這個五猴祠是黃泉 武將黃泉幫它弄的 全國紀念諸葛亮的祠堂 是都被尊稱為五猴祠 因為諸葛亮隨流被沃龍出山之後 官拜成像 掘風五香紅 死後被視為中五猴祠 所以說紀念他的祠堂 都被尊稱為五猴祠 而南五猴祠也是自名代祈 被清定為全國官方祭祀 祠葛亮的祠堂 各位來賓 現在我們前方到達的就是八卦廣場 現在在八卦廣場上正在舉行的是 我們漢族傳統的一種民宿活動 夫妻儀式 古人通常會在水邊進行契禮 意味著去除災邪 有著祝福家人幸福安康之意 各位來賓可以深入體驗一下 不是 不是 不是前面兒來前面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有年兒後也有年兒前後 你先能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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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能餓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愛 心 出席祈福 沃龍港 沃龍港是伏牛山的魚脈 港鑾起伏曲折迴旋 形似沃龍 對這個地方取自沃龍港 祝葛亮在這兒生活十年 字號沃龍先生 南央母侯慈是三國時期 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祝葛亮宮庚南央的固執 歷史上留備三國茅庫的故事 就發生在這裡 關於這段歷史 在三國志當中有這樣的記載 先帝 歲一亮 凡三亡乃見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道 成本不一 公公於南陽 千百年來 南央沃龍港 一直是傳承和弘揚諸葛亮 鞠躬盡碎 死而後以精神的重要載體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道石牌坊 立於清代道光十一年 公元的1831年 尚書《漢昭烈皇帝三國處》 昭烈皇帝是劉備的嗜好 因為劉備死後 風勢好招練 顯然這裡就是劉備三故茅庫的地方 下面請大家隨著我一起 踏著當年劉備三故茅庫的足跡 去一睹一代名像 諸葛亮的風采 好 那是南宋抗金銘匠岳飛留下來的手記 哇 一會兒到裡邊可以看到 岳飛手書的諸葛亮前後出事表 哦 OK 好 我們走吧 走 在右手邊 我們看到這口井是諸葛井 當年諸葛亮生活用水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井口的這塊石頭 是一整塊青石 井口留下的痕跡 我們可以看到 留下來的都是深深的積水之痕 嗯 清代的時候朱林作詩稱讚 沃龍港上井淵淵淵 淫水長絲諸葛弦 告訴我們大家淫水絲源的道理 哦 在這前面看到的是武侯祠的山門 山門是古建築群的大門 在這上方武侯祠三個字 是郭沫若先生 五九年的時候提寫的 哦 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 官拜蜀漢丞相 絕功武襄侯 死後追世號為中武侯 嗯 所以全國紀念 諸葛亮的祠堂 都被命名為武侯祠 南洋武侯祠 建祠最早 在諸葛亮去世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二三五年的時候 當時蜀國故將黃泉 最早在這個地方建恩祭祀 歷經唐宋元明清的不斷維修 今天看到的山門 是重修於明代的崇祯七年 公元一六三四年 由南洋知府陳振豪主持重建 下面咱們一起步入山門 嗯 在大家進入山門之後 看到的最多的就是這些碑劫石刻 沃龍港上現存的碑刻有四百余通 最早的是元代執政四年的碑刻 歷朝歷代官吏百姓到了沃龍港之後 都要為諸葛亮歌功頌德 眼前的這道石牌坊 立於清代康熙二年 公元的1663年上書三代遺才 在這裡也就形象的讚美了諸葛亮 是繼三代之後最有品德的忠義之士了 所以後人常用兩漢以來無雙是 三代而後第一人來稱讚諸葛亮了 這裡是武侯祠的主體建築之一 大拜殿 春秋二季官吏百姓 都是在這裡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 在這裡有兩棵千年古樹 一棵古柏樹和它相對的這棵古秋樹 樹齡有1200多年的樹齡了 在這裡種這兩棵樹 予以諸葛亮的功德 流芳千秋百代之一 說明在一千多年以前 這裡已經有祭拜諸葛的活動了 所以現在每年秋季日 農曆的8月28是諸葛亮病逝的日子 每年這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大型的紀念活動 來效法諸葛亮的忠貞 連結弘揚他鞠躬盡翠 死而後遇的精神 那麼諸葛亮的愛國中軍 連結的思想 和我們當今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都是相吻合的 而且在大拜殿的下面 掛滿了許多歌頌 諸葛亮的匾額和營聯 這麼多的營聯當中有一幅營聯 明揚天下成為中原第一聯 大家可以走進來欣賞一下 心在朝廷 緣無論先主後主 明高天下 何必變襄陽南陽 這幅營聯是清代同志年間 南陽之府顧佳恒為了平息 南陽、襄陽、諸葛亮 公公帝之正而轉寫的 兩家的爭論一千多年了 在清代的時候曾任漢林院編修 又五任南陽之府的顧佳恒 為了平息這場爭論 撰寫了門口這樣一副折中的營聯 顧佳恒寫這份營聯有三層含義 首先是古人的胸襟和境界 諸葛亮一心恢復漢氏朝廷 不管是對先主劉備還是對後主劉善 同樣做到了忠心耿耿,鞠躬盡瘁 諸葛亮作為我們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 被天下人驚仰 就不必為他功耕在哪裡 而去爭論不休了 第二層含義是作者顧佳恒身份的特殊 他是湖北人 但是在南陽做了五任的知府 所以說 洗了這副折中的營聯 構建了當時的和諧 欣賞完營聯之後 咱們一邊拜祭一代至聖諸葛亮 里邊是諸葛亮一家祖孫三代的塑像 我們看到在正中端坐的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 諸葛亮 左邊暖閣當中是他的長子諸葛瞻 右邊是他的長孫諸葛尚 諸葛亮祖籍山東狼牙揚都人 現在的山東臨以南境內 生於東漢末年 公元的181年 自幼父母雙亡 當時跟隨叔父諸葛璇輾轉流離 在叔叔諸葛璇病逝之後 17歲的諸葛亮就帶著弟弟諸葛君 選擇在南英沃隆港上 截盧公庚 廣交士林 博覽群殊 在公元207年的時候 劉備三顧茅庐拜請他出山 這才結束諸葛亮十年公庚生活 跟隨劉備走上了政治生涯 但是不幸的是 在公元的234年 由於長期的急勞成績 他是病逝於陕西省齐山縣五丈園 葬於陕西緬縣的定君山 十年他只有54歲 死的時候 留下了個年僅8歲的兒子 諸葛瞻 諸葛亮晚年得子 47歲得他的長子諸葛瞻 但是對兒子要求非常的嚴格 在諸葛瞻8歲那年 他寫下了戒子書 就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 淡薄明治寧靜至遠 就是諸葛亮寫給兒子 戒子書裡面的話 兒子諸葛瞻也同樣不負眾望 在他17歲那年 被後主流善 周圍了富馬 可以說這對蜀漢國政權的後期 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蜀漢國滅亡那年 也就是公元的23年 他與魏國的大將鄧愛 在四川明治作戰的時候 戰死沙場 同時戰死的還有他的孫子 諸葛瞻 兒孫死的時候都非常的年輕 兒子死時近37歲 而他的孫子還不到20歲 所以說後人為趕期三代忠貞 就在這裡把祖孫三代的塑像 統計一堂了 達蘭小姐我請問一下 您剛剛說那個諸葛亮他祖孫 就是三代 兒子也戰死 孫子也同時死 那後來有文獻上遺留下來的後代嗎 有 現在在浙江藍溪八卦村諸葛鎮 是重要的後業 所以還是有後代的 有有有 直系的 今天各位來賓來到南洋 把南洋的三寶介紹給大家 烙話 玉器 初詩表 現在我們即將看到的是 南洋三寶之一的初詩表 諸葛亮上奏給後主劉善的陳氏奏章 而這個書法是南宋抗金名將 岳飛留下的首記 公元1138年8月14日 抗金北上路過南洋的岳飛 走進了武侯祠 舉行祭拜活動以後 屯兵在廟內 夜晚看到諸葛亮寫的初詩表之後 慷慨萬千 於是他就揮淚首書 一起合成了諸葛亮前後初詩表 我們可以來欣賞一下岳飛的書法 先帝創業未斑 而中道崩徒 僅天下三分 一周疲弊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帝這個詞 一篇文章當中先後他運用了22次 每一次帝出現的時候寫法不一樣 這就叫相同的字寫法不雷同 現在我們也經過多年的講解 把碑刻總結為三絕碑 一絕文章絕 文章是一代名向諸葛亮奏章 二絕岳飛的書法絕了 觀其文如見其人 由見中午之氣流於彼端 三絕是客公絕 宛如首書 整個書法就像寫在宣紙上一樣 但是當年岳飛是怎樣留下初詞表的呢 碑刻的後面有岳飛 當時留下的拔语 咱們來看一看 在這塊碑刻上就記載了 岳飛當時是統軍過南陽 玉宇夜宿武侯祠 留下初詞表的情況 拔语中記載 少星五五秋八月往前 過南陽夜武侯祠 玉宇雖宿以辭內 耕身秉竹 細觀必肩先賢所在 先生文辭師父 及辭前時刻二表 不覺淚下如魚 事業竟不成眠 坐以待旦 道士敬茶必 出職所自 灰涕走筆不計功卓 稍疏胸中 一緣岳飛病智 《八溫》中記載 少星五五秋八月往前 就是公元1138年8月15前一天 當時正是南宋於金義和 岳飛他備受兵權的時候 面對著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的出師表 岳飛自然是感慨關切 咱們今天看到的整個書法 都是當年岳飛所留下來的 開始的時候非常的工整 到後邊之後 心情不一樣了 越血越激動 越血澎湃 到最後的時候 激不上了狂草 龍飛鳳 鐵化銀勾 澀勢兇猛 蒼盡俏拔 字裡航盡 就流露出當時岳飛的心情 抗襟北伐的壯志 對朝廷義和派的憤懑之情 現在我們即將看到的 就是在出師表中提到過的南洋 成本不一 公耕南洋 這八個字明確地告訴我們 諸葛亮的十年公耕生活 就是在南洋度過的 狗泉姓名亂世 不求文達與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偽自往驅 三顧沉於草庐之中 滋沉以當時之事 告訴我們諸葛亮當時所居住的就是草庐 下面咱們一起到第二季院落 看看諸葛亮生活齊居的地方 草庐故居 當然小姐請問一下 岳飛當時的這個書法 它是怎麼留下來的 岳飛當時是還是留在紙上的 為什麼在這個悲刻 是在清代光宣二年才刻實 因為當時光宣二年的時候 知府叫任侃 他是江西人 在江西的時候 就已經聽說武侯寺內 由岳飛留下的手稿 但是到南洋到任以後 在武侯寺內 沒有見到岳飛的書法 後來命人尋找 在徐州彭城這個地方 找到了岳飛的手稿 所以在清代光宣二年才刻實 給他復刻在這 對 所以說經過戰亂 現在這個 留在紙上的墨寶找不到了 圍留下這個悲刻 現在全國其他武侯的廚師表 都是覆蓄這裏 大家進入第二季院落之後 看到的這座八角存尖式的建築 就是文秘市的諸葛草 諸葛亮在漢代的時候 居住的草庐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今天看到的建築 是在元代的基礎上 清代康熙五十一年 由知府羅景主持重建的 在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 郭墨若先生的第二處提詞 諸葛草庐 這是郭老七三年 八十一歲的時候所提寫的 而且郭老非常的用心 在這四個字當中 濃墨重彩突出了一個草字 就告訴我們普通座草庐 造就了萬古第一名像諸葛亮 而名揚天下了 說明諸葛亮在南陽沃龍港上的十年 才是他一生當中一個最重要的時期 現在我們南陽電視台的台標 南陽市的世輝都是草庐的外觀 原來的 哇 草庐是一座紀念性的建築 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這堂悲客是明代成化十四年 公元的1478年 由南陽知府任意 宰相李東陽所立的悲客 正面是楷書《漢諸葛孔明舊爐》 明代的時候已經成為舊爐 說明草爐的年代非常的久遠 看看背面的內容 背面是以小傳的形式 更具體的介紹了草爐所處的具體位置 書指道悲音 《漢諸葛孔明舊爐》 在金府城西南五里 趨勢向鄧關路指南230步 這句話他就嚴明了草爐的具體位置 就是一個標準的敬畏度 具體的坐標 所以說這堂悲客 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和記憶 《諸葛盧》 這就是國民黨元老余有任先生的書法 哇 山西三元人後來就去台灣了 余有任留人 對 民國29年1940年的時候 現在被人們稱為當代的草聖 導演小姐我請問一下 草爐就這麼大一點嗎 草爐現在是一座紀念性的建築 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剛才這堂悲客就是一個標準的敬畏度 具體的坐標 但實際上可能比這個大吧 因為好像諸葛亮不是會睡在這裡 劉備等在外面 對 未出茅座一定天下三分 你剛才說的場景 一會我們以蠟像的形式 就還原了當時劉備三國茅座的一個場景 一會咱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背囊裡面這棟悲客上面 五猴四三個字也是余有任先生的書法 哪裡 下邊 哦 這也是余有任的 對對對 當代草聖 沒事沒事 沒有任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座專時累積的高台 半月台 當年諸葛亮最早使用過的天文氣象台 三國演繹當中我們看到過草屯借劍 借東風這些故事 都是諸葛亮把天氣一些變化 運到戰爭當中大大勝仗的 對 特別是草船借劍之後 魯肅曾經說過 先生真乃神人也 嗯 諸葛亮自己也說 唯將不識天文 不曉陰陽 不通八卦 乃庸才也 其實我們都知道 東風它並不是寄來的 而是諸葛亮掌握了天文學的知識 指導東島易陽生 要刮東南風 而且呢 中國最大的漢話館在南陽 里面現存了三千多塊的漢話象石刻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描寫天文學方便的 所以說諸葛亮啊 就利用南陽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 重要的交通位置 眾多的名人 灿亮的科技 為諸葛亮的成才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條件 這份迎聯寫得很好 光去十四年 山陰不一 善家居傳寫的 自來宇宙垂明 不一有幾 能使山川聲色 露視何方 像諸葛亮這樣 因為自古以來 聲明傳於天下 出自平民百姓有幾個呢 諸葛亮做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身居毛巫有何方的 所以說 從這份迎聯上來看 當年諸葛亮在南陽的生活 並不是在單純的過著公耕生活 他是在借公耕龍母積蓄力量 已經為智熟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了 所以後人就在前面為他塑造了 宏偉的藏書樓 寧遠樓 前面這座木製的兩層樓的建築 是武侯寺院內規模最大的建築 寧遠樓 後人為了紀念諸葛亮在這裡修建的 藏書彈琴平藍遠跳之處 寧遠樓這塊邊在二樓的上方 他就取居諸葛亮的戒子書 《膽薄明智》《明鏡致遠之夜》 門口有一幅綠底白字的營簾 是非常有名的功心簾 撰寫者是光緒28年四川岩塔史 照翻撰寫的 能功心則反側自消 從古之兵非好戰 夏蓮不審視極寬岩皆物 後來制術要深思 上年的意思就是說 能夠做到功心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那麼一切不利不安的因素 將自行解除了 自古以來懂得用兵之道的人 都不是抗武力而獲取人心的 武斬而勤之兵 為兵家最高的境界 夏蓮的意思就是說 治國之道必須要研究好情況 審查好形勢 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 否則政策制定的過寬過嚴 都是要出現錯誤的 所以就告誡後來這裡四川的人 要深思諸葛亮當年之初的經驗了 毛主席生前很推崇這份音樂 有名的詩政篇《志安策》 一樓是我們單位舉辦的一個大型拉象展覽 就在線了諸葛亮在南映的一些人故事 咱們到裡邊瀏覽一下拉象 來 就是三顧茅鹿的故事 對 第一組拉象是徐述走馬見諸葛 公元2007年的時候 劉備屯兵南映的新影線 手下軍師徐述 他的母親被曹操騙王許昌 這才有了徐述向劉備推薦的諸葛亮 也就有了劉備三顧茅鹿故事的發生 這個場景就在線了當時劉備第三次 來請諸葛亮是一個場景了 這個開門這個張飛 對 因為劉備來了之後 諸葛亮在帘子裡邊午睡呢 關於張飛二人是不耐煩了 說諸葛亮要是載不起來 就一把草木就燒了 張飛說的 其實諸葛亮醒來之後還在作詩 考驗劉備 大夢誰先絕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最後被劉備的誠心感動 採起了借見他 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三顧茅鹿的故事了 所以諸葛亮就睡在這個簾子後面 對 考驗劉備到底有沒有誠心 那個就是那個小童 這個是書童 諸葛亮的書童 第三座蠟像是宮庚南陽 在這裡看到穿白色衣服的是諸葛亮 旁邊坐著他的夫人黃月英 弟弟諸葛君 弟西林氏 小孩是他弟的孩子諸葛望 塑造了當時諸葛亮在南陽的時候 生活的一個場景 這個蠟像呢 是根據三國演藝裡邊的故事情節 人物形象塑造的 好多客人就說 諸葛亮這個蠟像 長得像唐國強 對 演員唐國強 對啊 因為這個蠟像是98年的時候 根據三國演藝的人物形象塑造 難怪 但他的所為和眼神塑造的 非常的形象逼真 一會兒咱們會看到 諸葛亮最早的畫像 旁邊 咱們還有三個瓷院落 好 南陽的夏天很熱啊 主要是南陽人熱情 哈哈哈哈 好 各位媒體朋友 咱們繼續參觀 現在看到的這座建築 是宮庚亭 諸葛亮宮庚南陽的時候 存放農具座亭子 但是這座建築上面沒有經過任何的 彩石加工 它是用原木雕折而成的 所以說具有濃郁的村舍氣息 而在碑克的上面有 諸葛亮最早的畫像 我們來看一看 現在中學生 歷史教科書裡面的畫像 就是這個為參照的 參照於清代黃公路南訓殿本 現在全國保存最早的 諸葛亮畫像 上面的文字是 漢諸葛中武侯遺像 還有個印章 漢成像印 因為當時諸葛亮官拜 屬漢成像 在這旁邊有一幅銀簾 安垂兩千年 問未卻無功安在 人居三代下 比商隱周旅何如 說諸葛亮居住的草庐 在沃隆港上已經屹立兩千年了 請問五位兩國曹操孫全所居住的 高大威額的宮殿至今還存在嗎 人居三代下 諸葛亮處在三代之後 他與商代的伊尹 周朝的旅尚相比又如何呢 迎聯好就好在兩個反文句 一個安在一個何如 寫得非常好 他就盛讚了諸葛亮在我們民眾 心目的地位了 整座寺堂 是一座兩禁四合院的建築 這間院落是為了再現 三故茅庐這段歷史 清代康熙五十一年的時候 知府羅景在這裡增建了三故寺院落 這座建築就是三故堂 劉備三故茅庐的時候 和諸葛亮在這談話的一座紀念性建築 裡面就在現了當時二人談話這個場景 我們看劉備穿著黃袍 畢恭畢敬的喜耳恭聽 諸葛亮的侃侃而談 如何東河孫權北劇曹操 天下有變揮師晚落 當年諸葛亮是只有27歲 但他把天下的形勢 分析是具體透徹了 幫助劉備從政治 經濟 軍事 外交 各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向劉備遞交了一個中長期的策劃方案 草爐隊 南洋之所以被稱為三分天下策原地 就是因為草爐對策在這進行的 但是這場談話在正史的三國志當中 對這段歷史的描寫 說劉備和諸葛亮的談話 是一場高級會晤 秉齊人約 賢雜人都讓在門外等候了 與劉備隨團來的關羽和張飛二人 什麼有資格進行這場高級會談的 所以二人就只好在前面等候了 咱們看看關張二人在前面幹什麼呢 導覽小姐 那個劉備他不應該要穿黃袍吧 在這為什麼塑造這樣一個形象 是因為這些塑像是79年的時候 民進眾行重塑的 把它戲曲化了 同時要說這個視為知己者死 當時劉備能身為劉皇叔 屈尊三次來請一個二十多歲 自己的山有尊夫 鼓臭聲做不到 現在有的領導員也做不到 所以說諸葛亮也是正是被劉備這種誠心所感動 所以說他在臥龍港為什麼喜歡吟唱梁富吟 來抒發自己遠大的志向 和思德明君的美好願望 就是希望能夠找到一位賢明的郡主去輔佐了 嗯 這裡是觀張殿 關羽張飛再次等候的地方 不能夠參加劉備諸葛亮會談生氣呢 吹鬍子瞪眼睛怒不可遏的形象 所以說直到諸葛亮出山之後啊 火燒不忘 火燒心也火燒赤壁 三把火燒的二人使心服口服了 所以說直到諸葛亮出山之後 三把火燒的關羽和張飛兩人心服口服 特別是赤壁大戰的爆發 鑑定了三國鼎立政治局面的形成 對 那麼關羽和張飛兩人也最終明白了 劉備這麼多年沒有立足之地 他缺少的像諸葛亮成為智囊人物 所以說三國有了諸葛亮 才有三國的這段歷史 南洋就是三國文化的一個源頭 有機會要再來啊 二故三故 像劉備一樣做到三故茅廬 好 好今天呢 非常開心能夠參觀這個諸葛亮 當年公跟南洋的這個草爐啊 我覺得這個 到了這個現場 草爐的這個現場 真的叫做發絲骨之憂情 在腦海裡面都重現 當時劉備跟諸葛亮 在龍中的這個龍中隊的場景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義 推薦大家來南洋的時候 一定要來諸葛爐這邊看 OK 我是劉傑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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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zes掌紙 到 here 喜歡 書